中国台海斩定截铁的话下的红线,敢破坏两岸统一,不惜一战。 大家还记得美国信誓旦旦的要派陆战队大兵驻守台湾吗? 这个承诺从4月推到5月你,又从5月推到了7月,7月推到了9月。 美国官员最近甚至声称,9月中旬一定会向台湾派驻美国大兵驻守在台协会。 不但要派陆战队大兵,甚至,还要派美国航母停靠台湾。 而不顾中国的反对,美国执意通过2018年国防法案更是为向台湾派出军舰做好铺垫。 赞助商链接。 针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,我们早就画下红线,美国军舰停靠台湾之日,就是我5。 中美两个大国在台湾问题上给人的表现是互不相让,双方的博弈已经散发出浓浓的火药味。 在特朗普当选之初,就连欧巴马也一再警告特朗普,台湾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,可是万万动不得。 。 可是,因为如今的美国家导沦落,特朗普现在手里对中国能打的也就毛衣,台湾,南海这三排了。 。 而毛衣战出师不利,特朗普就开始不停在另外两张牌上打主意,企图用其他两张牌来迫使中国在毛衣战中做出实质性让步。 很显然,特朗普低估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。 。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底线,反分裂法高悬疑两岸,谁敢动中国统一大业的底牌,中国还不得完命地干到底。 所以这也是中国不惜一战的姿态来回应美国军舰来台的传闻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不但台独急了,连美国的而一些媒体也急了。 。 。 不是说好的我们九月往台湾派定吗? 还派不派啊,咱们可不能在中国面前丢面子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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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呼万之下,美国方面终于回应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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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。 。 今天,美国传来确切消息,美国国防部否决了向台湾派出军队镇守驻台协会的议案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,9月13日报道称,三名美国官员透露。 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拒绝了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在美国赛台协会,AIP,派驻海军陆战队的要求。 一名国防部的官员称,在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前,军方确实已经计划最早在下月将海军陆战队派驻台湾。 而被问及拒绝派兵的原因,美国方面的回应称,是因为资源有限而不是怕激怒大陆引发武统。 呵呵,好吧,随你咋呢说吧,闹了半天,事都拟完。 如今,9月都过了半个月了。正当台独分子翘首期盼美国大兵来台打气助威的时候,美国方面却一直没了动静。 统治时,赞助商链接。 当被问及美国准备9月向台湾派兵我们如何反应的时候,我们只是淡定地警告美方谨言慎行。 用我们老百姓讲话就是,管好你的嘴,别瞎逼逼。 这下可把那些台独分子闪得不轻。 全指望住撑腰呢?结果美国大兵不来了。 不但,美国大兵不来了,就连美国和台独一直翘首期盼的美国航母停考台湾的事情,恐怕也缓了。 美国在台协会会长称美国航母来台湾给台湾带不来什么,反倒可能引发解放军武统台湾的疾口。 看到了吧?这才是美国不敢在台海肆无忌惮的原因。 经过1996年台海之夜如以后,解放军卧心长胆,20年但只一挥肩,天下早已换了人间。 美国穷兵独武抛空了身子,我们则支持后用苦练内功一步步赶了上来。 终于,我们在台海有了让美军忌惮的军事存在。 更重要的是,我们在台海斩定截铁的画下的红线,敢破坏两岸统一,不惜一战。 赞助商链接。直老虎不打,永远也不会自现原形。